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61 912 早上10點鐘 感謝網友補充有關黎明之心的訊息 我們先看這次改良版 我覺得很重要的機制 也就是說當你放棄這個路 已經不會被斷路了 怎麼說呢 譬如說像我之前的這個 我這個空地我有放棄掉 然後我目前的這個城邦 我現在佔的城只有一個是空地 所以可以看到 我現在唯一佔的這個空地就是這一格 有沒有 這一格比較亮一點 這是我唯一佔的空地 那我下方的空地 你看 變成了一個暗色系 所以說呢 這個路呢 它並沒有消失 所以這一版的這個團隊演出 大概就不用擔心這個斷路的問題 所以說不用像之前一樣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這個鴨子嗎 鴨子滑水 這個鴨寶寶都要跟著鴨媽媽 在後面就要說更好更好 趕快跟上來 在前面佔領地這樣 要算好 然後要斷路了 要斷路了 要斷路了 然後大家還會吵架 那現在看起來就不會了 譬如說你看 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是 Mr.58 他的空地的話 站在這個地方 可是我們點這個地方 這空地呢 就已經沒有 沒有說這個 這個佔有人是誰了 那我應該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去佔一個格子 那我們要測試看看嗎 我們就直接測試看看好了 譬如說我這樣子 可是現在還不能回復體力啊 有點尷尬 不過 好了好了 我們是測試用 我現在放棄這個領地 放棄了 然後他的格子並沒有消失 他變得暗的 那我們來看看 我可以去連邊的領地嗎 這個地方有頭像 這個地方有頭像 可是這要怎麼測試啊 照理說你看 這個地方是一個 沒有人的這個名字 所以到底說 這個地方應該是 路是斷掉的 那我可以跑到這個地方 偷吃人家的 偷吃人家的這個 三級村嗎 看來是可以的 但是我現在角色的資源不夠 所以我可能要偷偷上羅腕 沒關係 我們這是先鋒服小號 那就偷用一下 羅腕跟這個雙子 被幹掉 被幹掉 可惡 兩隻都上了 哇這是拉庫耶 拉庫跟萊卡 哎呀萊卡還是比較痛 哇 哇 糗了 糗了體力用完了 還浪費兩點體力 真的是 真的是該死 好那 那回復倒數計時 還要再等兩個小時 那也就是兩個小時 也就是12點 好那這是有關於這個 這個段路的這個 這個狀況 那另外黎明之星啊 我當時我只有看到上面的名字 我忘記看到說下面 他下面還有就是 各帶一個這個 這個玩家 所以說這個助陣 他寫說這個其他 怎麼講呢 可以帶一名其他軍團成員 我覺得不是其他軍團 就是自己公會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他的其他軍團的意思 也有可能是說因為 我們目前都已經預設好說 這個70人都是自己公會 還有一些閃團之類的 好那總而言之 就是目前看起來 這些都是自己公會的 你看 譬如說這個 莉丸老妖對不對 他帶的人 下面這個是天劍 這也是妖精的尾巴 那我現在公會是先風扶雷妖精的尾巴 那你看這個下面 這邊也是一樣 那也有可能是說 他是先跟他申請的 那我覺得 外部公會的人 可能也可以 那因為我今天是 8點20才上線 所以我覺得可能 8點鐘 因為黎明之星是 是戰力最高的10名玩家 所以黎明之星一開始 就已經系統設定好了 所以我在想 8點一到的時候 可能一堆人 就已經去跟 這10位黎明之星的人去申請 那申請之後 這個黎明之星的人 他可以自由選擇說 誰要去當這個 駐戰的成員 好 那駐戰的成員 就是譬如說這個真香 真香 500級 超級強 因為真香 他帶的這個駐戰成員 就是這個景M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攜帶駐戰的成員 這邊會有駐戰爭議 軍團全體成員 體力恢復會增加12%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帶一個駐戰成員就會有 這一條 這一條我是比較好奇 那另外 攜帶觀眾的這個 黎明之星玩家 體力恢復會額外增加10% 會額外增加10% 軍團中戰力最高的10名玩家 將作為黎明之星展示 每人能帶一名其他軍團成員 作為助戰觀眾 每人能帶一名其他軍團成員 我可以看到其他軍團嗎 其實也看不到 所以 所以到底 那個其他工會的人 能不能成為 應該說其他工會 又或是 其他不同於軍團 能不能成為助戰的這個觀眾 那 那看起來好像是不行 因為如果說可以的話 這樣子 這樣子 規則好像也有點亂 好 那我們就假設說 就只能夠自己工會的人 成為助戰成員 好 那我簡單做了一個圖跟計算 包帳算得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 反而加減看一下吧 那如果說是10個人都 都去助戰的話 那也就是說 廠上只剩下60個人 70-10 那可是呢 60個人會獲得助戰爭議 12%體力恢復 那一天的話 我記得一個小時 好像是4點體力 然後一天是24小時 就是96點體力 那一天的話 原本96點體力 因為獲得助戰的這個 這個爭議12% 就變成96x1.12 就變成107.52 好 那10個沒有上場的人 一天的體力就是960 就是960 然後就是96 然後10個人 一天嘛對不對 然後代助戰的黎明之星 會額外恢復加10% 所以呢 我們又就是96x1.22 這樣子就是117.12 好 那到底這樣子 是增加多少體力呢 那我們先不算黎明之星 我們算60-10的那個 50個一般的工會成員 他一天多的體力呢 就是107.52 減掉96 然後乘以50 所以說這樣子 總共是增加了576的體力 好 那黎明之星獲得多少 多少多的體力呢 那就是 10乘上117.12 減掉96 所以是211.2 那少10個人總損失的體力是多少 就是960 960這很好算 因為少10個人 那一天就是少960 96 這是一天一個人的這個體力恢復 然後10個人就是960 那960減掉 576 再減掉 211.2 這樣是172.8 所以如果說你有10個人沒有上場的話 那就是一天總損失的體力是172.8 可是呢也不能這樣講啊 大佬的體力不能跟一般人比啊 怎麼說呢 這個大佬的這個角色 然後的那個強度跟打BOSS 我們可以知道大佬打一次的這個傷害量 可能是一般玩家的可能5倍6倍之類的 所以說在最後面這個打最終傷的BOSS啊 這個會玩的人啊 或是角色比較強的人 打出的傷害至少是一般玩家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公會大佬 打出傷害好像超出我的 甚至快10倍都有 所以我覺得大佬的這個體力啊 這樣看起來帳面上是損失172.8 那不過呢這個 我覺得齁 如果是公會的主書出手的話 給他體力齁 說不定是這個打高傷的這個關鍵齁 因為畢竟大佬能夠多打幾次啊 是可能後面10人份的這個傷害齁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所以我覺得黎明之心的話 應該都還是要擺上去齁 尤其是這個 戰力最高的這個玩家齁 好那所以說這個就是 黎明之心的這個這個簡單來看齁 那就是說8點一到的 這邊都會有一個申請按鈕齁 這邊會有個加號申請按鈕 那點上加號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這個賴群好了 呃來看一下賴群齁 呃這個地方 好這邊 好賴群這個地方 欸我們來看一下齁 呃這個有一位玩家他有貼圖喔 等等等等我們的賴群齁 感謝齁 感謝賴群提供我這麼多的資料 欸啊抱歉抱歉 這張是比較前面的齁 欸這個齁這張圖 這位是饅頭齁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開始齁 一開始這邊會有一個加號 然後你就是點申請中 但是呢不是先 先申請先贏齁齁 因為那個 你要黎明之心的人同意齁 所以說 搶8點鐘進去齁 就說我不要玩啊 啾啾 這一次傳證眼針 我要當一個這個鹹魚齁 當助戰成員 但是不是 你搶先8點進去齁 你就一定可以成為助戰成員 因為這個是由黎明之心 他自己去 去那個 同意的齁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機制 好那 所以說這個就是 這個影片的這個說明齁 你看 所以說找進去還是友好 你看 我現在還是可以獲得這個 這個資源齁 所以並沒有說 雖然說這個體力 目前到12點之前 有4個小時沒有辦法恢復體力 可是呢先進去齁 先佔領地還是有差啦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T 我們下次見 拜拜